欢迎回来非凡大探索 这些馄饨全都像拇指一样大小 一口一个刚刚好 这是位在台北市通话街上的馄饨店家 年纪亲切的老板 用创意做出这种小巧的馄饨 不要看它小 它的滋味绝对跟正宗的老牌馄饨一模一样 晶莹剔透超迷你的小馄饨 圆嘟嘟的身体 配上后头软软面皮 就像在碗里头悠游的小鲸鱼 一旁飘香的迷你美食 还有这 臭中带香的酥脆臭豆腐 和这道招牌香菇肉跟汤 都可以让你一口一个 连小朋友都好满足 一口就吃下去了 因为它的肉质相当鲜美 然后它是用腿肉做的 所以吃馅的时候 不会有那些有其他的杂质存在 然后一口就可以吃下去 喂小孩也很方便 经典超迷你馄饨 但傍晚六点的通话夜市旁 小小面谈已经挤满排队人潮 小小的馄饨有大大的魅力 一天可以狂卖七百碗馄饨 光看墙上挂着民主持人 托中康皇家亲签名就知道了 会这么火红全是因为26岁的年轻老板 反其道而行 他不做大块头美食 反而用这双大大的手包出一颗颗小巧珍珠馄饨 没有家传秘方 没花半点拜师的学费 靠着全市连续两个月的真诚 获得逢奖老师傅的请郎享受 以前很多人砸钱 要跟他学 他都不教 对对对 他说因为怕破坏了他 这个珍珠馄饨的口碑 其实就是感动就是说 我每天都到他店里去吃 对 而且每天都跟他讲 对 说真的有心 他看我这样子后来 蛮诚恳的心 结果就答应了要教我这样子 就完全免费的教 对对对 完全免费的教我 差不多了 不到60公斤的老板 手握的杆面棍却劲道十足 让你难以想象的是 要做小巧珍珠馄饨 馄饨皮可不是直接爆肉馅 竟然得先用力把馄饨皮 使劲的这么压 这样吃起来 馄饨它的口感有没有 吃下去不会让皮 皮去打到咬齿 那个肉会比较扎实一点 对对 口感会比较滑顺 是我怕皮后咬感不好 得把皮压到像这样薄可透光 才算合格 这笔肉馅那就得更讲究了 得严选黑猪的腿部夹心肉 为了口感滑润 还要掺入少许肥肉 就在下调味料时 你注意到了吗 老板家调味料 可是分次拌入酱油 麻油 胡椒 可不是一股脑全加哦 因为我一次一次加 和的时候它会比较均匀 如果我一次全部加的话 我怕它东西会和在一起吃起来 观众就觉得 这个味道怎么会这样子 对对对 太浓了 对对对 因为我们标准清淡 调味后老板还是不得闲 坚持半线 不用机器 只用双手 因为鸡皮在咬的时候 它有烧度 破坏肉质 所以我们手工才可以让它滑倒的压关 终于肉馅完成 这件老板 一二三三秒内就把珍珠馄饨 用虎口捏成球形 再经过稍微整形 把这个像小鸡鱼般的馄饨 顺顺后头的尾巴 就成了造型可爱的迷你馄饨 和正常的馄饨比一比 不但少了一半 薄薄的皮还透着鲜肉色泽呢 下水煮滚 一颗颗馄饨 胖嘟嘟的模样 再淋上这经过猪骨鸡骨熬成的 大骨高汤 小巧精致的馄饨汤 完美上桌 连老爷爷都赞不绝口 对大爷爷 吃起来就要正口啊 不只老爷爷爱 连小朋友的小嘴巴也一口 就好满足 你瞧这位小朋友 实在太迫不及待要推荐了 就是这馄饨也才刚煮好耶 嗨 这有个馄饨特别好吃 一定要来吃哦 哎哟 小朋友好烫哦 当然还是要推荐一下的啦 为什么你喜欢吃它的原因 因为它长得很小 所以呢 而且又软 想让小馄饨口感更丰富 还可以加入面条 让你一口馄饨 一口面 也是好满足 或是还想来点变化 这碗香菇肉羹也是超人气哦 一条条肉羹裹上新鲜鱼浆 让肉羹带着淡淡海鲜的鲜甜 再撒上太白粉 让肉羹更润口 淋上拌着笋丝香菇淡花的羹汤 口口吃来浓稠滑润 那是新鲜的肉 然后下去裹那个 然后现煮的 然后就吃起来就蛮咸甜的感觉 一阵噼里啪啦 臭中带香 这一盘让人无法抵挡的臭豆腐 老板特别贴心 卷成一小块 一样让你一口一个 配上老板自制的酸甜泡菜 超绝配 臭豆腐吃起来其实外面脆脆的 但里面还是保有它软软的 柔软的口感 然后那个臭豆腐的原味 还是吃得出来 来 两位来 里面坐哦 有位置哦 来 下面一个馄饨大 来 先来 有位置哦 迷你珍珠馄饨 小小臭豆腐 一口一个大大满足 年轻老板用心用创意 做出一甲子功利的美味 让送入口中的一口口幸福 大人 小孩都难忘 MING PAO CANADA.COM